一群年轻男子互相推及叫嚣 全扭打成一团 远近到场赶紧包围上去 将人分开带走 但男子火气还是很大 从马路边跑到马路正中央 做事要挥拳揍人 飙骂声音大到连楼上的邻居 都听得一清二楚 一群七八名男子高分被飙骂叫嚣 半夜四点高得周遭居民 相睡都睡不着 然24岁的正姓男子和另一名赖姓男子 先前因为感情纠纷互看不顺眼 当天双方唱歌巧遇 当场就爆发冲突 从KTV三楼炒到一楼 最后还在大马路上几乎要打了起来 下楼的这个酒客 要上楼去下位的酒客是原本的情敌 双方在那边不举而异 预图就互呛的起来 尽管亲民闹事的年轻人都没有受伤 但和朋友开心唱歌聚会 却因为香出一口气 闹到派出所高得屋檐长气 解则伟祥台中报道